第25章 三招打爆你 不是吧 这个叶西文居然能挤进前三 太强了 听说是叶空明长老的幼子 难怪这么强 叶家兄妹都没有一个差的 叶西文进了前三 这个消息 顿时让无数的人都惊叹 和其他几近前十的弟子相比 这个名字实在是默默无闻 甚至到了几乎没什么人知道的程度 当然 也不是没有人知道 比如说王烈 王烈兴奋的围着叶西文说道 哈哈哈哈 阿文 你牛逼了 真的 以后我横着走了 嘿嘿 看以后谁敢欺负我 你帮我揍他 叶西文有些哭笑不得 这算什么 保镖 还是打烧 不过叶西文心里却是暖暖的 不管怎么说 王烈这么说 就是把自己当兄弟了 什么是兄弟 这就是兄弟 横着走 不过是一个暴发户罢了 还真当自己是什么牛逼人物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 突然一声尖酸的声音从一边传了过来 众人望去 却是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 一身滑袍 容貌英俊 只是英俊的脸庞带着不屑的神色 有人认出这个年轻人 正是内门五大弟子之一的赵严学 在五大弟子中排名第二 非常的了得 也是这次的前三 你说什么 叶西文顿时冷着脸说道 我说你不过是一个井底之蛙罢了 不知道天高地厚 还横着走 你以为一元宗是什么地方 也只配合垃圾为伍 赵严学尖酸的说道 显然说的就是王烈是垃圾 看着万众瞩目的叶西文 赵严学心里简直极度的要死 这个时候本该享受所有注目的人是他 而不是这个听都没听说过的什么叶西文 他算什么东西 凭什么所有人都要看他 自己一样闯进了前三 却没迎来想象中万众瞩目的场景 所有人都去注意这个一军突起的叶西文了 我才是天才 他算什么东西 赵严学心中在扭曲的大喊 赵严学 是男人的就跟我上台打一场 叶西文说着转身跳上了一个擂台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赵严学 这是本次大比两位前三之间的比较 到底谁更强一些 赵严学虽然知道叶西文可能不好惹 但是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当然不可能收回去 况且他也觉得叶西文不过是一匹黑马而已 怎么可能和他这样的老牌强者对抗 哼 我就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知道天高地厚 赵严学冷笑一声 一跃而上 东方白来了 东方白来了 突然人群之中一阵骚动 一道白色的身影从人群之中走出 却是一个仗剑而立的白衣青年 英气十足 如同一柄出窍的宝剑一般 显得很是犀利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内门五大弟子之首东方白 传闻东方白自小修习剑术 一手剑术冠绝内门弟子 甚至在三年前 曾经挑战过一位核心弟子 虽然没赢 但是也没失败 可见其厉害 内门五大弟子之首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东方白只是神色平静地看着两人 平静无波 这次内门弟子前三都已经在这里聚齐了 眼看着就要有一番龙争虎斗了 很快长老团就做出了决定 将冠军争夺战提前 叶西文 现在就算是谁都救不了你了 赵严学冷笑连连说道 三招 我如果三招还不能打抱你 我转身就走 叶西文比出了三根手指 赵严学顿时脸色铁青 叶西文这是赤裸裸的在羞辱他 对 就是这样 打抱他 内门五大弟子有什么了不起的 王烈在下面叫喊道 你这是找死 赵严学 今天我就打断你全身的筋骨 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 赵严学怒火中烧 浑身的真气都沸腾了 在空气之中摩擦的丝丝作响 后天七重后期的实力丝毫不作假 他一拳打出 顿时整个擂台都仿佛温度下降了好几度 这是赵严学赖以成名的寒冰拳 施展开来 甚至能将一个人直接冻住 无尽的寒风瞬间将叶西文给包裹在其中 要将他生生冰冻起来 却见叶西文一声大喝 脚下一踏 身形朝着赵严学豹冲过去 一招雷厉风行劈出 寒冰全尽被他随手劈散 一路直冲到前 天高地厚 就凭你也想教训我 叶西文冷笑一声 一掌拍出 喷 平平无奇的一掌直接甩到了赵严学的脸上 扑 赵严学一口鲜血喷出 牙齿都被叶西文抽出了好几颗 你 赵严学难以置信的看着叶西文 不过叶西文可没有任何停手的意思 一脚猛地踹出 喷 赵严学被叶西文一脚踹飞到了半空中 在他落下的一刹那 叶西文一掌带着雷撞真气 催枯拉朽 带起一股难以匹敌的可怕力量 狠狠轰击到了赵严学的身上 轰 赵严学狠狠地摔出了肋台 胸口的肋骨都断了好几根 昏迷了过去 周围的许多弟子都打了个寒战 咽了口口水 又一个内门五大弟子被打成重伤 算上之前的两个 叶西文已经把内门五大弟子击溃了三个 除了五大弟子之首的东方白 和另外一个女弟子子燕之外 都不是叶西文的对手 现在赵严学被打得重伤昏迷 很显然 冠军只会在叶西文和东方白两个人身上产生 叶西文竟然如此强大 后天七重后期的赵严学 居然被他轻松击溃 只可惜形势太过狠辣 也不知道将来成长起来 是福是祸 这样的弟子出在我们一元宗 当然是我一元宗之福 天才越多 我们一元宗也就越强大 长老席中诸位长老也都纷纷议论道 我不占你便宜 我等你休息好 东方白淡淡的说道 叶西文展现出来的强大 让他有种蠢蠢欲动 想要和他较量的冲动 不用了 不过是收拾一个废物罢了 叶西文说道 只有后天七重的赵严学 远不是叶西文的对手 击败赵严学 叶西文根本就没有出什么力 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 就恢复到了巅峰状态